好 一个叫做well处 一个是for 分号分号 好 咱们写一下 那咱们就在这个里面写吧 把这一块呢 我也注视掉 好 来一个叫做well 处 c 这么点out 点普通的了 咱们来一个 h e r o hello l o r l d hello word well处的意思就是条件一直怎么样 一直满足 那我就一直在输出这个hello word 编译 运行 满屏幕都是这个hello word 对不对 好 那么大家再来看 我这个well处呢 我在它下面 又写了一个hello word 来 编译 他为什么给我报错了 你看他提示的什么 他说错误 无法访问的语句 因为你这个是无限循环 那无限循环就要一直执行 对不对 而下面这句话 怎么着 永远都执行不到 明白这话意思吗 那你永远都执行不到的话 那写这句话是不是就是废话呀 所以执不允许你这样去出血 那个同学问了 说老师这个无限循环 在以后我们开发中有没有用啊 有用 还真有用 那又有疑问了 说你有用的话 这是无限循环啊 你写了它之后 下面不能写代码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个虚拟机会不断的去执行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执行完之后 这个内存不就耗尽了吗 是这样的 我们马上要学着什么呢 学一个叫做控制语句 这个控制语句呢 在这里面如果满足某种条件 它就可以跳出循环 那没满足这个条件呢 我就在里面不断去循环 比如说 我需要让你给我键盘录入 一个学校的学生的数据 那么这个学生数据 你也不知道有多少个 所以我就开始通过无限循环量 你不断的录入 然后呢 如果你给我录入一个某个字不串 比如说录入一个Quart Q-U-I-T 那我就让你退出录入 就不录了 循环就停止了 所以要是满足某种条件 我就可以跳出去 没有满足的话 那就在这里面一直循环就可以了 这就是无限循环的作用 它是有用的 不是没用的 好 那么while这种无限循环是这样写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 就是fow的 fow也很简单 那么直接是两个分号 不写任何的条件就可以了 好 我问大家 现在它能执行起来吗 上面这是不是无限循环啊 那无限循环是不是让下面没有机会去执行啊 好 来看一下 编译 是不是又报错了 他说无法访问的一句 那现在我把上面这个注释掉 上面注释掉 再来看 编译 运行 是不是也是无限循环啊 那这就是 这个是while语句的 while语句的无限循环 那这个是编语句的无限循环 编语句的无限循环 那么它俩用谁都行 也没什么区别 那它是无限循环 它也是这个无限循环 好了 这个识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